他剛剛沒電 喔那個沒電 好 餵 這樣有聲音嗎 OK好 各位好 那 大家歡迎來聽我這場演講 那基本上這場演講就是講說 我們的PHP Blue有一個專案 然後我們在協作上的 我遇到一些分享的一些 一些趣事然後還有一些故事 然後還有過去還有現在 還有未來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這個專案是一開始用的 後面會講到 那這是今天的slide 那這是QR Code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掃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議程 還有今天這個投影片 好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Peter 那這是我Github的連結 那其實我是一個活躍的 開源的專案的貢獻者 那 我其實時常在CostCop還有 MarkCom還有一些相關的演講 其實都有講 那底下是我的一些專長還有一些經歷 那大家可以就是參考一下看看就好了 那首先我Outline就是想要 跟大家survey一下 就是調查一下東西 那還有一些簡短的介紹 還有過去的一些故事啊 還有分享一下協作 還有一些貢獻上的一些過程 還有一些故事跟大家分享 對 好那最後就是一個小小的總結 那一開始就想要survey一下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或使用過PHP Blue 那我覺得可能應該很少人 很少人 很少人 有聽過啊對不對 但其實實際上 這個PHP Blue這個專案呢 它在Github已經 五千多個星星了 對 然後來自世界各地 對 好那 其實PHP Blue呢 我簡短來介紹一下它是什麼一個東西 我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情境啦 那首先呢 假設呢 我們想要 想要做一個測試 或是測試PHP某一個版本好了 那我們想要做一個 compile的動作 我們想要編譯它 我們可能就會去找到什麼 我們可能要找到PHP的source code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能做一些 一些下載的動作 然後我們去找到PHP SRC 然後進行一個編譯 然後我們想要測試extension嘛 那我們也要去做一個編譯的動作嘛 所以就是說呢 我們為了測試啊 或者是為了一些 相關的 擴展的測試啊 或者是版本的測試等等 我們就會去下載PHP的source code 它的原始嘛 進行編譯 好 那 問題來了 那編譯的時候呢 是不是就要裝一些 compile 裝一些CC++ 然後呢 你就會去下載一個 你可能用wget 或是用一些 方法去把我們的source code給下載回來 然後 就如同各位所看到的 就是會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要去 如果各位有編譯過CC++裝案 你就會下configure 然後去編譯一大堆指令對不對 然後下一堆參數 然後你可能 最後也不知道你下了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就下了非常多 對 那這是點點點喔 這還沒下完 PPP的參數真的 要編譯一個東西非常的多 對 你可能下完之後你也不知道完 我到底下了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下完之後呢 然後就開始 用mac指令開始編嘛 因為它產生了macfile 然後開始編編編編 然後編完之後再install 對 好 那這是一個 我們 在編譯的時候一個過程嘛 對不對 那是非常多的configure option嘛 就是非常多的東西 你可能下完你都不知道 到哪去 然後非常多一長串 好 那 如果是用 PHP Blue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PHP Blue的話呢 我們只要把一個 一個 封裝的 PHP的發檔 下載回來 那 那它只要去做一個 initial的動作 就是 initial完之後呢 它PHP Blue呢 就會跟你的 跟你現在目前執行的 show show來做一個綁定 像比如說你用batch script 它就會跟batch script 綁定好 綁定好batch shell之後呢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做一個 它就會做一個 設定的動作 那設定好之後呢 你可以下一個 PHP Blue update 對意思就是說呢 我可以 我可以把 PHP來源的版本 還有相關的 相關的來源呢 它全部做一個更新 更小之後呢 它可以 show出說 目前的release 就目前PHP版本release有多少 然後接下來部分呢 它可以做個variant 就是列出說 我可以使用的variant 那這些variant呢 其實就是 一個虛擬的extension 它就是用 加的方式 去做一個呈現 比如說我想要 編譯 nbstream 然後後面去加一個nbstream 然後intl 這樣子 或者是default呢 就是會包含一些 預計設定好的 一些extension 一些擴展 所以這樣下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 它就會執行什麼東西 其實就執行前面 那一長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install那些 它都其實都弄好了 對 那我目的呢 其實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要把 PHP編譯這件事情 變得方便 又變得比較簡單 就不要再去下一堆 有的沒指令 然後都不知道 在下什麼東西 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 PHP Blue的這個專案 其實我一開始是沒有參加 它其實在10年前就出現了 那10年前的時候呢 有PHP Conf 2013呢 它就有一個 有一場閃電演講 那這場閃電演講 它其實就是 呃 PHP Blue這個發起的人 這個專案發起的人 它其實做了一個介紹 那 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人 就是C9S 我覺得 可能各位有些人有聽過 對 那 它後來呢 它後來過了一陣子時間呢 我們 我就想要講一個 真實的故事 它有一天呢 它就在它的 臉書上面發一個 發一個動態 它就說 它非常的忙 它 它覺得它沒有辦法 再維護 PHP PHP Blue專案了 它想要徵求一位 PHP的開發的人 來做一個 維護的事情 然後它就在 Facebook上面做 許願 當時我還沒有去理會它 我只有看到這個動態 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看到它下面 有一些留言 就是大家都在 吃瓜看好戲嘛 就不知道說 欸 我到底是要做什麼啊 不知道啊 然後說欸 這把Google啊 然後底下最後有一個人 不知道跟他講說什麼 欸 來貼給我的 然後叫叫Google 反正都沒有下文啦 反正就是一堆 吃瓜群眾啊 或者是一些 來看說 可能 趁著他的名氣 然後可能在底下留言 對 但其實我都沒有留言 我只是 像是潛水一般的 去把這個動態給看過一遍 好 直到有一天呢 我好像 有一次呢 那我就想要是 試一下一些 PHP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就在 他的PHP Blue的 issue上面 做一個回應 就是 做一些相關的回應 或者是 一些 一些討論 對 那其實我沒有特別去 要求他說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 要求他說 他想要 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對 那他就突然就密我 他 他就找到我推特 他突然密我說 欸 我有看到你在 Pulls Request 有做討論 你是什麼 什麼角色嗎 對 但我其實什麼角色都不是 我就只好回答說 我什麼都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來討論一些 討論一些議題而已 對 然後我就被找上門了 好 那找上門之後呢 我就會發現 如果 如果你開了一陣子 就是開發一陣子之後 然後做了很多專案貢獻之後 你不去找別人 別人有一天也會來找你 這是我 得到的一些心得 對 然後這就是我為什麼去 去 幫忙協作PHP Blue專案的小故事 好 好 那接下來部分呢 就是我的 協作的故事 那 後來就是 跟他一起接手嘛 那我們就開始在推特上面 做一些討論 我們就想說 PHP Blue他已經過了一陣子 那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或者是要怎麼去讓他更進步一點 然後去相容到 PHP 8的版本 對 所以呢我就一直跟 C9S呢 在推特上面 一來一往聊了很久 好 那聊了很久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應該先去解決一些 目前的 遇到的一些問題 像比如說 可能有些人在 執行PHP Blue的指定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有遇到一些 一些 一些building啊 compiling的問題 就是建制啊 或者是編譯的問題 還有一些使用的 使用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 因為你發現你做了一個 比較便利的 編譯跟建制的工具之後呢 其實 剛剛下那堆指令的那些人 或想要編譯的那些人 他全部都會跑來找你 因為 因為你做了一個 比 原 就是比那個官方還要好的一個 編譯工具的時候呢 一些編譯的問題都會跑過來找你 對 這其實跟你的PHP Blue的專案 目的全部不一樣 就可能比如說 OpenSSL Extension編不過啊 然後就會跑來找你 就大概是這種意思 但是其實那個不是你 PHP Blue專案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因為你出了一個 很便利的工具 所以很多的 這一方面的議題呢 就全部來找你 對 所以呢 我們就想要 還是先試著去解決這些support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把它歸類在support 那歸類在support之後呢 同時時間呢 我們想說 這些也就是 別的問題 也是你自己的問題 也是其他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就在Github Wiki上面呢 去更新一些文件 那透過更新文件的擴充呢 讓大家知道說 問題在哪一邊 那等到其他人有重複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相關的連結貼上來 就說 這個已經有問過 你可以參考看看 好 這是我一開始初期在做的事情 好 那 其實編譯文件 呃不是編譯文件 就是更新文件呢 其實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連結啦 就是說 我們在上面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們去寫說requirements 就是 需要是什麼 然後可以在哪一些平台上面做支援 那這些平台支援都是做一些 測試過 對 有一些是後來加上去 就是我測試完之後呢 把它加上去說 可以 可以可行 然後把它放上去 那接下來部分呢就是 其他就是我剛剛講一些 troubleshooting的部分 就像比如說呢 可能用到某個地方可能有問題 或者說 編譯編不過 就是可能會跳一些錯誤訊息出來 但是它並不是跟你的 PHP Blue的專案的一些核心 或者是使用上的問題有直接關係 像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像這個東西 說 呃 檢查到有問題的時候 它就不會 它就會卡住 它就會跳這個錯出來 因為 它的底層其實還是透過 configure啊 那些指令呢 去做這些 做到這些事情 好 那 那 那 你會得到一些相關的 bug 那 就是 想說 有沒有人會 有沒有 其他人會來修嗎 對 但是你會發現 都沒有人來修 大家都說 欸這個東西有這個問題 然後就 累積了非常多 然後最後說對 就是修復的時候呢 還是靠你自己 因為你已經 你已經 頭已經洗下去了 那最後呢 再來就是 呃 解決一些問題嘛 那 我就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十年了 就是這個專案已經過了十年之後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重啟 也不是重啟 就是 重新讓它活躍了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有非常多的 legacy codes 還有project 在裡面 因為 原因是因為你過了十年之後 你PHP版本 過得非常快速嘛 因為 它那個時候 還卡在7啊 7的版本 但是都已經到8 就是會有一些 它當初 出來的時候是5.6 還有5.0 那個時候還沒有7的年代嘛 2013年的時候 所以它非常多的 裡面非常多的專案跟程式嘛 其實都會有一些 版本相容的問題 然後它是一個挑戰 對 那其實 其實很多的人呢 其實也希望說 它這個繼續下去嘛 那想說 好那我們就來 我就來看看說 它這個到底要怎麼去修改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欸 它那個時候當初 弄了很多dependency 就是說呢 你想要先解決 PHP Blue這個專案呢 你要先解決 它的相依的東西 就是你要先解決 這些相依的套件 所以 所以呢 一開始就會發現說 你 本來想說 要貢獻是PHP Blue專案嘛 結果我發現 我要先貢獻這些專案 然後 貢獻完之後呢 才會發現 你才可以解決PVP Blue專案 因為你 你會去trace code嘛 就是你會去追蹤 誒 這行有問題 但是從哪裡來 居然是從 這一些 相依性的套件過來的 然後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我本來是要貢獻 PVP Blue專案 怎麼只有其他 都開始貢獻 那其實 這些其實就是 當初 C9S呢 他在開發 PVP Blue這個專案的時候 他自己 本身就有 自己在去開發一些 相依的東西 然後他覺得 他覺得他可以直接拿來使用它 所以 他就直接把它移入 然後去打造出 PVP Blue這個專案出來 所以 也意味著就是說 你其他的相依 你也要自己去 把它 處理掉 就是你要 因為你要解決 PVP Blue它的 裡面的一些問題嘛 那 你最終到的是 相應的問題 那當然你要先去把 相應的問題解決掉 好 再來就是 像比如說 嗯 他有一個 叫coi framework 就是他專門去處理 下一些指定的 一個 他 C9S他寫的一個框架 那所以呢 我就要先去 把 這些其實都不是 PVP Blue專案底下的 pro request 都是 都其實都是coi framework 底下的pro request 出來 那我就要去解決這些 先解決這些bug 出來 然後解決完之後呢 糖姆胎才可以往下 好 那再來部分呢 就是 這邊有其中的 我發現一個好用的工具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呃 PVP版本有一個 相容性的挑戰嘛 就是可能 你生 就是你要去支援 越後面的版本 但是有些 版本的語法啊 或者是一些用法呢 不太能去 不太能去相容 或者是說你升級到 更上面版本的時候 你有些 語法會死小 就是可能它被丟棄了 或者是一些 會跳出一些 Fatal Error啊 或是Deprecate 這種 不管是 呃 錯誤的訊息 或者是警告訊息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後來就有找到一個叫 Retter這個 也是用PHP寫出來的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它其實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說 它可以 幫你做一道 自動的重構 就是它可以去做一個相容 就當你要去把 比如說從5升到7 或7升到8的時候呢 它會去幫你做一個 版本相容的語法 不管是語法還是用法 等等的檢查 那 同時它也去支援說 一些常見 就是PHP它常見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 相關的 相關的工具的相容性 對 那透過它呢 我就可以 比較輕鬆的去把 PHP步去 往下支援8.1 8.2這樣的版本出來 那這就是一些 溝通的過程 因為 因為也過了一陣子 過10年過很久 所以 有些issue就怪怪的 然後我就問它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它說這個我也忘了 你要找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從 茫茫大海的Compers開始找 就是 因為它其實在10年 就是它在我接手之前 它在2020年2019年的時候 它有一個人接手 然後那個人接手 它其實改了一些 就是改了一些Call出來 但是可能是有時候 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很仔細去看 所以我每次找出來 我就跟推特跟他講說 欸 這是不是你寫 他說這不是 這好像是前一個 然後 然後我就在推特裡面 找了非常久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我忘了欸 然後我就說 欸 我就說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比較好笑的 就是說 欸 你這好像怪怪的 就是那個 我們要下argument 後面可能可以 就是我們還可以 就是說 假設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去下一些 你自己想要 再加的一些 參數 就是 所以呢我們可以 我們後來有提供 這樣的功能去做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這功能突然有一天 有個使用者 就是發個issue 跟我們說這個壞掉了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來找找看 然後我就跟COS說 欸 這個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開始慢慢找 慢慢找 然後找了一陣子之後才發現 欸 原來是我重構到一半不見了 他就 我就想說 欸 你這個程式碼怎麼寫一半 然後邏輯怪怪 然後他就突然想到說 阿我想起來了 因為我當時重構重構到一半 然後把他修壞了 對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 嗯 都會發生的事啦 對 那後面就是 我後面就是開始 呃 再去做一些 呃 一些相義的程式碼 做一些 做一些 呃 追蹤的動作 那這就是 就是trace的結果 那我就把東西呢 去把 相義解好之後 解完之後呢 我們再去 再回過頭來 把phbrew它的相義的版本給升級 那才可以把 一些 那個問題呢解決 那 接下來部分呢 就是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我剛剛在 有稍微提過 就是 其實這本身都不是 phbrew它本身的一些問題 它可能都是一些 比如說extension的變異啊 或是等等的問題 在 在進而去發生 然後全部都會 全部都會 轉發到你這邊 對 然後你這邊就變成一個 嗯 很像是 我覺得這儀求變很像是 變異問題的 一個 變異問題的一個 一個解決的地方 就是 很多變異的問題 大家都會 跑過來 那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最近發生 就是extension的變異呢 就是 或者是extension在安裝的時候 就是 明明就不是 我們 這個phbrew出現的問題 就可能是 你安裝這emagic 就是它是一個 影像處理的 一個php的擴展 那這個擴展呢 其實是它本身 它在新的版本呢 它 它可能它底層的 是一下大家的程式碼寫錯 那 但是使用者 它用phbrew去編譯好之後 然後去安裝它emagic 這個extension呢 這個擴展呢 發現有問題 所以它回報我們 但是 其實我看了之後 發現emagic它新的版本有問題 所以 所以就搞到最後變成是 它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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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的變成是 有refer給那個emagic的作者 就會變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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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的問題 然後都會先跑來我們這邊 對 那 這邊 這邊就是後來 嗯 會想說 穩定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修改 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改良 改善啊 或者是加一些feature上去 像比如說 它可能少了 SNMP的variant 就是extension 那我們就把它加上去 那還有一些呢 像是 呃 檢查 因為我們還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比如說我們綁定 nginx PHPFPM的時候呢 它可以去檢查你的 系統 作業系統的版本 然後透過檢查 作業系統版本呢 來去指定說 我要啟用哪一個 哪一個 PHPFPM的設定的方式 它可以自動做到自動設定的方式 那還有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 我們還針對了 這個Uboundu它這一系列的 發行的版本呢 去進行一個 呃 使用PKG config 就是使用它呢 去做到說 我們的指令啊 還有相關的東西 去做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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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到一個指令相關的修正 好 那 那 後來我們想想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或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好處 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到底 這樣的一個 協作啊 或是貢獻的過程 到底有得到什麼樣的成就感 或是有什麼樣的好處 對 這是我 我後來就想說 有在思考的事情 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 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過程呢 就是其實說 就是你追蹤 你追蹤程式碼的 能力就會變得非常 你就會變得越來越好 變得越來越強 那其實這也是 這也是 可以代表說 你在工作上的時候呢 你在追蹤人家的程式碼 或是你剛接手的專案呢 這也是一個 呃 讓你不再害怕 追蹤程式碼的 一種 一種表現 一種能力啦 對 那 除此之外呢 你還可以跟一些其他的人 去做一個合作 就是 你不管是跟協作上面 會有得到更多的經驗 因為你想要跟其他人合作 或跟其他 其他國外人合作 那你跟其他人溝通 不管是 回報的人 還是 確認 確認他 他想要得到 呃 他想要得到 其他工人特性的人 或者是 他跟你講說 呃 這邊有問題的人 對 那 再來部分呢 就是 就是 有什麼tips嗎 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 好的點子 或者是好的 好的東西 那 像 像比如說呢 我覺得啦 就是 當我們要去 貢獻一個專案的時候呢 可以分成兩類來看 就是 有基本款 跟 進階版 那 基本款 就比如說 我們可以 查查文件啊 就是我一開始從 一開始 接手 PVP佈的專案的時候呢 我們 我就會開始去查查文件 然後 閱讀文件 然後嘗試去把它 view起來 然後 run了好幾次 跑了好幾次 測試好幾次 然後去 解答一些 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 自己的問題 還是對方的問題 還是 那個 跟你自己沒關的問題 都把它解決 對 那再來部分呢 就是 想辦法去 想辦法去 再去 呃 回報一些問題出來 或者是 丟一些問題出來 然後讓其他人 去做一個討論 對 那比較進階的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去把 呃 追蹤程式碼的方式 追蹤起來啊 或者是找到一些 確切的問題 或者是Bug在哪裡 那 或者是說呢 我們可以送出一個Pull Request 然後嘗試去解決 解決一些問題 那還有嘗試呢 去實作 我們的功能 還有相關的 改良的方法 這就是比較進階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 我想說我們在 我想要去做一個 貢獻的時候呢 我的依序的步驟 對 那當然這時間過程中 就是 當然 也要加快這個速度 其實最好的過程就是 會有一個人 會有一個人跟你 引導做配合啦 像比如說 我就很感謝C9S呢 他 他 比較忙 忙之餘呢 他還會用Twitter跟我回 然後我們就去 想辦法去 透過 我就透過他呢 去先 瞭解說 這個整個專案的全貌 然後試著去把 他想要的 他想要的問題 還有目前的問題 跟他做一個討論 當然 當然就是 當然最後還是你要去 去把它實現啦 但是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會 就會知道說 要怎麼去做一個 貢獻的方式 是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開始 那你 後來我就會想到說 看到這個PVP Blue專案 非常 看起來也蠻多人用的 然後也是蠻流行的 但是 就是有時候 不要問說 有沒有人要接手他 因為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不要問說 欸這個 這個專案看起來不錯啊 還蠻流行 還蠻多人用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 要繼續接手 維護 因為就是 因為你就是沒有人 所以我就是 基於這個原因了 我就下去把這個PVP Blue專案 給接手起來 那 講了很多 進行式 跟過去式的故事呢 來講一下我們 未來的發展 首先未來發展就是 我們想要把PHP 8.2 也給支援起來 因為 因為它其實畢竟 它是用PHP開發出來的一個 管理PHP的 管理的工具嘛 版本管理的工具嘛 所以我們 要繼續 支援更後面的PHP版本出來 那 所以我們 我們要先支援PHP 8.2 接下來部分呢 就是 去改良它 目前它的 release的方式 因為它現在的release方式 其實是 一直以來都很傳統 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 我做好一個 PHP Blue 然後我要把它打包成一個 發檔 那我要打包成一個 PHP的發檔的時候呢 我就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要自己去下 MAC 的指令 因為它寫個MAC file 去進行一個簽署的動作 簽署一個發檔 就代表說是 你去把這個東西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釋出的動作 但這件事情應該是可以做到 自動化的方式 所以 所以我們就還在想 我們還在進行中 就是說我們還想要把 這套釋出版本的方式呢 去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好的 自動化 那接下來部分呢 就是 還要去做一些 更新文件的動作 因為現在我覺得 文件的方面 還沒有算 沒有 還沒有算到太完整 大部分完整的 完善的地方 都是 比較多人家的問題 那我們去把它整理成 像是 troubleshooting 這種概念 就是FAQ 那種概念 去讓大家知道說 它出相關問題的時候 可以從那裡 去做一個 找尋的動作 那 至於長期的規劃來講呢 我們想要把 PHP Blue 這樣的一個專案 去做一個容器化動作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要去把 PHP Blue 裝好之後 你還是需要有一個 PHP的一個 基本的環境 在你的作業系統上 然後你才可以把 你的PHP Blue 拋起來 但是我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上面來講 應該要再更方便一點 所以我們後來就跟 我後來就跟 C9S討論之後說 我們應該要朝向說 我們要把 PHP Blue 做一個容器化動作 那這樣的方式呢 他只要以後使用者 他只要去下載 Dark Image 就下載 Dark Image 他直接跑起來 然後他的 他也不用去管說 要怎麼把 PHP Blue的 他執行的 可用的環境的 去把他 去把他安裝起來 他也不需要去再做到 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部分 那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 就是我講的 就是 可能 可能他之後 他這個專案 可能叫Dark PVP Blue 然後可能關在 PHP Blue的組織底下 那最後就是 我們其實有一個 推特的帳號 那其實這個推特帳號 其實也蠻 其實也活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其實也是有一些人 去做一些關注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呢 其實使用PVP Blue的人呢 其實大部分就是 坐落在 日本跟巴西上面 對 就蠻有趣的 所以 所以你會發現 你發一些推貼文 就是發表一些新的 新的版本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你會被 可能日本人轉發過去這樣 然後就是 日本人就會發一個推文 然後講說 PVP Blue已經發了 新的貼文這樣子 然後他 C9S他還很 好心的去介紹說 換成我去當 比較新的 目前開發協作的人 對 然後我們就會在 PVP Blue上面 去做一個發布 對 因為我們發布還是以英文為主 對 那 其實呢後來呢 我也把 PVP Blue的Logo 做一個實體化 然後其實他有 他這個貼紙有在販售 在Redbubble上面 對 那我們有 我們有做 我們有做販售 然後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 相關的 推廣的動作 對 那最後就是 讓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呢 可以 開始呢 去使用 嘗試使用我們的PVP Blue 來去管理我們的 多個版本的方式 對 以上就謝謝大家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 方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其實我帶貼紙來啦 那等一下就 大家會後跟我拿 對不對 發給大家 沒有沒有你看 沒有來就 沒有來就 就 有來就賺到啦 對不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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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其實我發現 會用PHP Blue的人啊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種就是 更 更 Hardcore一點 就是可能那個人 他可能是想要去 他可能開發一個 Extension 但是他可能想要去做一些測試 但是他不太可能 因為 大家可能 他可能有些 他可能有些 他沒有辦法 很容易輕易的掛上去 所以在基於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選擇說 他要去編譯一個 PVPHP 然後順便把Page放上去 就是放上去他的 他自己開發一些Page 因為他可能想要貢獻 PVPHP的原始碼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用到我們的專案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剛剛才會分享說 就是 很多那種Extension啊 或者是 什麼安裝失敗 或是Library有問題啊 全部都會跑來我們這邊 對對對 但其實 其實 那個不是PHP 它本身的問題 那其實是 他其實是其他 比如說他Extension 他本身有些問題啊 或者是他安裝的時候 他沒有安裝一些 他Extension 他背後的 可能是C 或是C++的Library 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其實 使用者的 使用者的群眾 可能就會不太一樣 對 如果也是比較 面向是 PHP開發者的話 就是 可能只是單純用PHP去做一些 比如說 網頁用程式啊 或是服務的話 其實基本上用到 這個專案的機會 就比較 比較小 對對對 那看還有 各位還有什麼 什麼 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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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拿到 鞭子 沒有 我有鞭子啊 我說有來就賺到啦 就是 這個限量去抓 大的限量去抓 可以拿到鞭子啊 謝謝 謝謝 所以這個專案是使用者說維護整衣這樣嗎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可以開那個記號給你看 那大家覺得好用 可是這本來使用者要成為維護整衣 對對對 就是其實 其實 你當初為什麼可以曠問 其實當初可以跨過門檻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直累積經驗吧 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他其實很高 他其實信心很高 其實我們在做維護的時候其實就是 其實就還是靠我啦 但是C9S他其實就是幫我去做一些review 因為畢竟那個東西還是他所擅長的 就是他 畢竟那是他帶過 只是他可能年代永遠可能有一些記憶上的 對 但是我就試著幫他回憶記憶 所以我就說 欸我就去幫忙去找call的 就是去找說 欸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這個 然後他去回憶他的記憶 對對對 但是其實最後 可是新的部分都能起來 對對對 但是最後 最後 但是改call 就是改issue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會問他 就是我會找出來 然後幫他回憶一下記憶說 欸是不是這樣子 我會把那個那段community找出來 然後跟他講說 欸是不是這樣的 然後讓他幫助他回憶記憶這樣 所以其實 Giz某種來講就很好 除了因為你看 我要從3000多個community去找 對 就是所以我就找一些關鍵字 因為其實他 其實說實在 他其實經手很多人 就是也是經手了 也經手了兩個人 對 那另外兩個其實都是國外的人 但那個後來他也說他不用了 對 我們這個專案其實就 真的國外用的比較多 你看那個星星書就知道 因為其實說實在 他的面向 我後來發現 他的面向其實就是 會比較偏向 比較 比較hardcore的人在用 就真的是這樣 所以 所以都是一些便利的問題 欸我要把它關掉嗎 不用 好 好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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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沒有 如果那些反應 也可以 便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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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